我中学高中是在女校的 然后我大学 然后研究生又是在中系 也是很多好看的女孩子 但我从小就发现 就是在我们眼里 长得最好看的那一个 其实真正追她的人不多 然后后来就他们会碰到 像张寿和睡睡同样的问题 追到了之后 可能态度就变了 我后来就觉得特别像 这个男孩特别像是在打游戏 是 我打这个游戏 不是因为我喜欢这个游戏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游戏很难 攻克她之后 我就会获得一个成就 我就会佩戴一个勋章 然后我出去跟哥们什么的 我知道很多男生真的会 你厉害啊 笑话啊 她真正爱的不是那个女生 她爱的是别的男生 对她的评价 对 其实她是在乎别的男生 真的还在活在 别人的评语的世界 是的 而她爱上的 也不是这个女生 她爱上的是笑话 是一个title 对 这个女生的光环 一般很难的一个游戏 你打通关之后 你不会再去打一遍 只会出一个新副本 对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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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吧